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 怎样去买一个好的榴莲 你们在网上或者在榴莲当很多时候 那个老板会告诉你 选榴莲怎样选 看哦 这里理会吗 这里是什么榴莲 又不会 这里理会吗 这里是什么榴莲 又不会 不会你怎么知道 他卖什么榴莲给你 对不对 然后要看这个 这个什么 地啊 有没有黑 你说这个黑的地不新鲜吗 不是 这个是新鲜的 掉下来 早上掉的 你看那个 是黑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会去看 也不会去认这个榴莲是什么 然后他会跟你讲 榴莲要稳 怎样稳 稳下面 还是稳中间 还是稳上面 这里 它的地掉了 我就给你看这个 如果你榴莲 你要稳 你要稳这边 上面 就是说 我们要 稳这边 为什么呢 因为榴莲呢 它熟的话 是从 这边 熟 这个最后熟 所以如果你闻到这边有味道呢 证明整个榴莲就熟了 明白吗 闻了 你知道这个榴莲是甜吗 是苦吗 不认吗 有误会 然后 最容易的是 摇 摇 它的肉有冻 就是熟了 然后 如果你是 黏的榴莲 你这样轻轻摇 你摇不到的 你要摇很大力的 它才会冻的 它有冻一点点 那个黏的榴莲就熟了 如果你 这三样你都不会 你要怎样买一个好的榴莲 你就要放两嘴里 问 我再接下去跟你讲 想去问的时候 我先告诉你 什么是完美榴莲 完美的榴莲 要有六个因素的 就是 麻 姜 酒 虎 甜 黏 要有六个因素在里面 那个榴莲 它就算是一个完美的榴莲 可是很多人是不到麻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麻呢 在榴莲一掉下来 半个钟到两个钟 它就不见了 还有不是每一类榴莲 就是麻了 就算你去到榴莲园 可能十类一百类里面 可能是两三粒麻罢了 也是有可能的 那个麻的榴莲 要老树 然后最好的耐力 刚刚好掉下来 那天才会吃到麻油沙的 那种耐力榴莲 要充足掉老树的 然后 像呢 也是在四个钟左右 也是不见的 你要买榴莲 要几点呢 也是要找 如果你去榴莲园 你十点去 人家的榴莲送下来了 你也是找不到 那些榴莲园 已经在到 在冰城的时候 你已经是在四中心了 香 大概四到六个钟头 我们也是叫做 物件化叫做 红 你的红一过它就没有了 酒 酒呢 你要看榴莲 一般上酒味呢 它会出来呢 是在榴莲的树 四十年过后 或者那个品种 或者三十年过后 你要看榴莲 才会有的 酷呢 你要看榴莲的品种 有的榴莲不酷的 有的会酷 有的是 年轻时候是甜的 然后它老的会变酷的 甜呢 就是那个 一般的榴莲都有 是看比较甜的 还是比较淡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年 年也是一样的 一般上都是 越老的树越年 可是呢 好像葡萄呢 它年轻树的时候 也是有甜 然后它甜的 它没有苦的 然后有的榴莲呢 它年轻树的时候 是苦 可是它不黏的 所以你要吃到一个好的榴莲 就是要结合全部的硬吃在里面 所以你去到榴莲当 你要要求这样的榴莲 一般上都拿不到的 我们只能够降低一点 我们的要求 我们要明白这个榴莲先 然后你才能够买到一个好的榴莲 其实你去到榴莲当 你不会的话 你去到那边 就问老板 我要 干 黏 苦 如果老板 有的话 他一定会拿给你 肯定你那里榴莲一定好吃的 这三个榴莲 你能够得光 然后如果老板说 哎我没有这样的榴莲 这样你要这样的记录 老板 苦和黏的榴莲有吗 有的是四包 有软身的 可是它是又苦又黏的 那个也是很好吃的榴莲 如果老板再讲没有呢 怎么办 这样你就好 就问老板 你今天最好的榴莲是什么 老板会拿一粒给你试一下咯 你就买一粒来试一试 因为没有办法 你去到可能榴莲已经 给人家询问 或者那天没有好的榴莲 或者他的好的榴莲就是这样的 很紧 所以你就试一下 如果你认为没有 你不要买 你不要紧 在买卖呢 最重要的就是 两方面 一个要买得开心 一个要卖得不开心 不是单方面的 单方面 因为你总会有 一一一方 会不开心的 这样就不好了 所以就是说 你要明白 怎样去买 就是你告诉他 你不会看的话 你告诉我 想我要干粘苦 没有 你就说我要粘苦 再没有的话 你老板你今天最好的榴莲 吃 然后你吃 然后你大概大概就吃到 那个蛋糕 你可以吃到什么的程度 在榴莲季节的时候呢 你这个榴莲季节 我差不多每个蛋糕 我都去吃榴莲的 我 要8天 好吧 慢慢设到 那个榴莲还有很多 要赶在那个收购上 拿下来 我还能够设到 几笔麻的榴莲 就是完美的榴莲来吃 就是这个理由 为什么吃榴莲要成早 你可能一直在听我讲 麻麻麻 可能是说 那里会有麻的 可是你真的去早上吃一次 会有麻的榴莲的 三十年 五十年 一百年的老鼠 经过去的口 近来吃得出来 变一棵树 黑似麻山王 六零四 隔壁里 河罗 硬是 邪去加迪卡 浪针着鸟 着鸟 着鸟 有人叫他出书 想想想想 吃饱不宜做主 把神叼饭做个YouTuber 红过掌门人的super 经过网名机 Style 吹哔哔哔 我的回 让我教你一生宝贝 让我渐渐靠在你怀里 你就是我的 流远回 你就是我的 你不是我的 我的妈妈 你不是我的 人是我的 你不是我的 我的体缓 在我那扇 我爱你 你不是我的